動意不決 轉圈圈 施發在高雄港第六貨櫃碼頭 裡頭屬於管制區 就在週三上午8點多 兩台貨櫃車同時進入碼頭內 互相沒有離浪搶快 大車駕駛說速度太快才會撞車 港區內線處只有30公里 不過也有駕駛坦岩 因為道路寬敞 許多司機趕時間都會開快車 甚至逆向行駛 經警方了解雙方駕駛均無酒精反應 只是港區內不適用於道交條例 兩車撞擊駕駛噴飛確定死亡 詳細的肇事責任歸屬 還需要由警方進一步理清 3015劉安靜成員高雄報道